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 中国女篮家世界杯的一个比赛成绩呢可以说是相当敬业 在目前的已经打败了各路墙底挺进了半决赛 而备受关注的是在这一次面对澳大利亚的半决赛 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之前面对法国对那场比赛 其实相比较于这个比赛结果的话那么在场上的曾经也发生过 非常令很多球迷不愉快的一幕 因为在当时的法国对这边的一个球员呢所做出的一些粗鲁行为呢对于中国女篮这边的队员呢 产生了一些伤害 但是到头来呢这边球员那些做法呢却让很多球迷呢实在是看不过去 因为确实是太鲁莽而且呢是太没有礼貌了 所以接下来呢想和各位球迷分享一下这场比赛这个法国队的球员到底做了哪些过分的事情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篮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啊整场比赛 法国女篮的动作其实都是相当暴力 而且裁判呢也有很多次的话没有吹罚对方的一些犯规 所以其实整场判罚而言呢对中国女的而言呢确确实实不是那么有利的 那么尤其他当时比赛进行到第2节的时候呢 法国对这边6号学员所做的一个做法呢更是相当过分 让很多球迷啊说实在也看不过眼相当愤怒的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2节呢我们中国女篮已经是领先了对手 差不多十分的一个差距 让他们这边的也是比较急躁吧 所以在我们中国女篮的球员皇室 竟在一次突破的过程当中呢 对方的球员也是使用了一个暴力把我们的球员的给拽倒了 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个行为非常的恶劣了 裁判也是立马了吹罚了一个犯规 没有想到在吹罚之后呢这个球员所做的一个做法呢也是相当过分 他不但是没有扶起我们的球员而且呢还对着裁判去狂喷理论 是说了自己 不是故意的或者说其他什么那样的一个意思 反正呢就想要表明说不是自己的一个责任 但最终的裁判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判法 而黄诗进起来之后呢通过处罚了两个球的话他也是得到了两分 帮助中国女篮再度 扩大了领先优势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这次啊法国对6号这个球员整体的做法呢确实是相当过分的 本身呢其实你急躁可以但是不应该用这种暴力的行为来去伤害我们的队员 因为他当时转倒黄诗进之后啊如果说 他首先是头部或者说颈椎这边落地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更加 悲剧的一个情况 甚至有可能的造成本赛季的一个比赛爆笑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球员那个行为呢就是相当恶劣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对裁判那个处罚呢他不仅是没有接受而且还做出各种辩白和理论 我觉得这种做法呢也让很多球迷感到寒心 最重要的他没有去扶起他自己伤害的一个球员呢我觉得这种行为也是不尊重对手的 所以最终的话也难怪他的球球队的主算了赶紧把这个球员给换下去了 一方面不理智那么另外一方面球品人品方面的也是比较欠缺 这么一个球员其实在场上去打比赛的恐怕对球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甚至还会拖累整个球队 所以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一次啊法国对6号的球员呢真的也刷新了很多球迷 对他们整个球队实力包括对待对手的一个认知 后续我们真的希望蓝莲能够针对这种行为的进行一个严正的查处 如果确定真的是暴力伤人的话应该进行处罚甚至罚款和竞赛 这样爱良能够在后续更加竞争激烈的一些比赛当中呢 这些球员才能够更加礼貌的去尊重对手 才能够呢把自己框在比赛之内不要做出太多过分的行为 最终呢我们希望中国旅来这帮队员在获得好成绩为国争光的同时啊 大家也一定要要健健康康了 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球员的受伤 任何一个球员的出现意外我们的球迷都会伤心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